当年初三 丰园抚养环保站很热闹 60多岁的阿清师兄 一年365天 做环保没再休息的 每一年年初一 早上我都来做 都没有休息到 环保站是我第一个家 过年前回收量暴增两三倍 志工开车再回收物 来来回回算不清楚几趟 除夕业还在收 在家和草莫也没问题 很多事都会把草草草草买 不怕草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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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环保站的回收物堆积如山 什么时候才清得完 志工过年舍不得休假 有空就来做环保 最近尽量要要 很多事工进来把它消化掉 大家都很认真 每天都来做 还有台商回台过年 带着孩子来做志工 实际做环保之后就会很 注意分类之类的 然后就不会乱丢垃圾 以前自己都没有学这块 然后自己乱丢垃圾 什么的 以前没有这样去分类 就觉得还蛮累积的 志工不失时间 爱地球分秒必争 大家欢喜来环保站 一起过年 一同分类 热热闹闹 健健康康 光严 乌养黄保站 大约新闻 战军六十信 台中报道